大家好大家好 今天我要來開箱一個 非常 有氣派的東西 就是我前一天 走在路上 然後看到有一反賞 然後那個一反賞還蠻大的 然後 我就去抽了兩抽 就是這兩盒 然後它是 七龍珠超的一反賞 那這次它是SMSD 其實應該很多人都知道這個一反賞 裡面總共只有四盒 然後 最大獎是 2D色 再來是 原色的藍色頭髮 再來是金色頭髮跟黑色頭髮 然後我抽到的是A跟B 那它的A是藍色頭髮 B是金色頭髮 它這個金色頭髮在海外是 沒有的 那我們就來開箱吧 這這個 goog OK 好那我們打開是這個樣子 然後其實我剛剛這樣把它拿起來 我把它拿起來其實有點重量 然後它也是有兩個角角 然後我覺得它很有特色的地方就是它的鉛子 因為剛剛沒有講 我當初去抽它一番賞的時候 我原本是一個很小這樣的鉛子 結果它的鉛子怎麼拉到 然後它後面是這樣 做的很有特色 然後我在抽這個一番賞拉開的時候 把它拉開的時候我覺得好爽 我第一次拉這麼大這樣的鉛子 真的有爽感 然後再來是我目前初樂看起來 真的覺得他們做的很擁勤 而且它很大 那我們就直接進入我們的細節時間吧 現在來到我們的細節時間 那這次我們是兩隻一起講 那我們來看兩邊的造型 一個是正常顏色超級賽亞人藍的藍色頭髮 然後這個是黃色頭髮 它有一些不同的就是 頭髮的顏色跟眉毛的顏色 還有衣服上這邊的配色 還有腰帶跟褲子 那它腰帶跟褲子就是做比較深色 超級賽亞人藍這邊就是做比較淺色 應該是經過設計的 應該不是什麼技術上的小缺失吧 再來就是它的那些肌肉線條是做的非常的棒 那個肌肉都有刻畫出來 然後還做一些爆血管很清晶的感覺 那再來是它腰帶 褲子 還有它這個 手上這個 在我們打籃球來說 這算是一個護具 再來我們來看 它鞋子這邊一樣是做一個深色一個淺色 所以這應該不是什麼技術上的缺失 我覺得它就是一個設計的理念這樣子 那背後一樣 該有的 刻畫 然後 咒摺都有刻畫出來 然後 一樣深淺色 那我們來讓大家近距離的觀賞一下 Roman 那我這次不用 輪盤是因為他太大直 那個輪盤放下去真的是 造不到一個全部的樣子 那目前只能給大家看 salt 以上就是我們的霧吉達 好那我們剛剛激烈的討論完之後呢 我覺得他很有型啦 就是他即使頭髮顏色做不一樣 他眉毛也不一樣 然後再來是他衣服 他這邊衣服就是直接做一個 剛才頭髮一樣的顏色 他不會說 我今天我只是頭髮換個顏色 然後整個身體就都一樣 一個摩子出來 然後再來是 他們兩個做的很高 那我之前有抽一番賞是布羅利 那兩個去這樣子併起來 是差不多高的 我這隻布羅利我記得 然後三十幾塊 所以買起來還蠻值得的 然後這一般賞就不用多做 大家應該都知道價格 就是兩千塊上架跑不掉 然後再跟大家提醒一下 其實他們是 賽蘭的頭髮 其實他們的頭髮也是會傷人的 就是有點刺痛 啊給小孩子玩的時候 就是這樣 注意安全 這真的蠻刺的 刺痛真的是會痛 好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也不要忘記去開啟我的小鈴鐺 跟點贊我的FB粉絲團 我是好好 大家掰掰